事隔两年后 另外借惊讶的是 新的罗马惨案又再次上演了 熟悉的地点 熟悉的方式 肇事者仍然还是那个波兰姑娘斯瓦泰克 WTA1000马德里决赛 不敌白俄罗斯姑娘萨巴伦卡 同时冠军后 很多人都认为 转战罗马的世界第一斯瓦泰克 心情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难以有更加从容的发挥 毕竟马德里的冠军 对世界第一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那是他红土赛事冠军拼图上 唯一缺失的一块 至此离冠军那么近 最后却又功亏一篑 未能如愿以偿 对谁来说都有些难以接受 没想到来到罗马后 在这战1000级别赛事 首轮享受轮空的斯瓦泰克 表现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第二轮对阵前法网亚军 俄罗斯姑娘帕弗柳琴克瓦什 直接将俄罗斯姑娘给打猛了 最后以送双弹的方式 两盘直落淘汰了这位前法网亚军 让球迷和网友大为震惊 外界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 和两年前的一件就是有关 当时事情发生的地点也是在罗马 2021年 罗马1000赛决赛的阵容产生后 看到前法网冠军斯瓦泰克 和前赛会冠军卡普利斯科娃 将争夺最后的冠军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场决赛必定打得火星四箭 看后让人大呼过瘾 是一场极为难得的高质量对决 让人意外的是 卡普利斯科娃面对斯瓦泰克 并没有拿出自己前赛会冠军的气势出来 从比赛开始到结束 他在波兰姑娘面前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让比赛完全成一边倒的趋势 状态低迷的卡普利斯科娃 在气势如虹的斯瓦泰克硬沉之下 也让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 最后波兰姑娘仅用46分钟 就横扫了卡普利斯科娃这位前赛会冠军 而且还是以松双弹的方式 球迷和网友看到卡普利斯科娃在红土上 被斯瓦泰克横扫成这样 在可怜杰克姑娘的同时 也将这场决赛形容为罗马惨案 在舆论端开始广为流传 原以为这样让人尴尬的名场面 很难在罗马再出现了 没想到今年 在罗马一千赛第二轮却又奇迹般的上演了 只是这次惨案的主角 换成了帕弗柳琴科娃 想到中间仅仅相隔了两年 又一位在红土上实力不弱的对手 被斯瓦泰克这么残暴对待 赛后外界立刻惊呼 新的罗马惨案诞生了 虽然帕弗柳琴科娃 被斯瓦泰克以送双弹的方式横扫淘汰 事件让人感到尴尬的事情 但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世界第一在红土上的实力 绝对是成独一档的存在 帕弗柳琴科娃以这种方式输给斯瓦泰克 并非全然不能接受 他并非是第一个人 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 根据WTA一项针对球员宋诞盘数统计数据显示 自2009年1000赛事以来 斯瓦泰克在这份榜单上位列第一 在斯瓦泰克142盘的比赛中 宋诞给对手17盘 占比高达12% 遥遥领选于莱巴金纳的6.3% 127盘 宋诞8盘 巴托利的6.3% 223盘 宋诞14盘 小微的6% 384盘 宋诞23盘和阿扎伦卡5.7526盘 宋诞30盘 是当之无愧的WTA 宋诞女王 虽然斯瓦泰克制造的这场新罗马惨案已经结束 但是这场比赛事后引发的热议并没有结束 反而有越演越烈之事 有网友看到斯瓦泰克 第二次在罗马这么对对手示报的时候 甚至认为他这种送双弹的方式有些不地道 简直就是不给对手留有任何的面子 因此也引发舆论端关于世界第一斯瓦泰克该不该让球的话题 宋诞可以 但是送双弹有点过了 有网友在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时 也被其他网友所认同 对方也认为斯瓦泰克确实没有必要这样 斯瓦喜欢制造惨案 虽然体育比赛需要全力真胜 不过我觉得 斯瓦第二盘可以放掉对手一局 给别人一点面子没什么不妥 有人在对这条评论表示赞同时 也认为斯瓦泰克送双弹给对手有些过于强势了 直接批评世界第一 赢了比赛 败了人品 不过也有网友针对斯瓦泰克是不是应该让球一试 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打球为什么要让 虽然我也不喜欢斯瓦 觉得他戏多得很 可是记得他不是第一个送双弹的 国内外的球员都送过 职业精神应该是 尽力而为 比如当年的西米顶级赛 李娜林迪五落后还逆转取胜了克妈 你能保证放一局就能确保赢球 搞不好是给对手喘息的时间 在该网友看来 竞技体育赛场瞬息万变 在比赛没有结束时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场上站主动的一方 就应该一股作气拿下比赛 才是赢得胜利的良策 更有人负荷强调 让球是一种不尊重对手的行为 只会让对手事后更难以接受 似乎给人一种硬实力不够 已经到了需要别人施舍的地步 事情如果承开的话 让人情何以堪 是的 被让的一方会感受到侮辱 对此 有网友表示了赞同 谁也不曾想到 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 赛后竟然在舆论端 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 那么 你认为斯瓦泰克 在和对手竞争晋级名额 在比分占优时 是应该适当地让一让 避免对手吞弹尴尬 还是应该兵不屑任 全速去冲刺胜利呢 欢迎留言讨论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 月亮和的星空